第38題 小軒利用手電筒照射骷髏模型 在牆上投影出巨大的骷髏影子 如右途 若他將骷髏模型移離手電筒 往投影前方向移動 則牆上影子如何變化 這就是有些老師在考的針孔成像有關於像的大小的問題 他用的是數學的 相似三角形 這是我們的 地面 這是我們的投影牆 那我們的東西在這裡 如果我現在有光線照過去 我們的像有這麼大 如果我把它 離開我們的光源 到這邊來 我們的影子就只有這麼大 影子會變小變短 這個的作用在所有的方向都一樣的 所以我們的影子的高度會 變得比較矮 而我們的寬度也會變得比較小 所以38題問我們說 則牆上影子如何變化 我們答案選的是 是株 影子高度變矮 且寬度變小 影子高度變矮